昨天消息 但你看到去年泰鲁格号事故 酿成49人死亡 200多人轻重伤 祖先李亦祥 以及越南移工阿豪 两个人积压至今 9个月期满 依法必须交保 但是两个人离开法院的时候 被害者家属情绪非常的激动 破口大骂 还动手推倒李亦祥 面对家属的指责李亦祥 他是下跪道歉 接着快步跑上车 为了避免李亦祥跟阿豪逃亡 检察官向法院申请 对被告两人聚保限制出境 同时施以电子监控 以掌握两个人的具体行踪